欺软怕硬的英国政府 欺软怕硬的英国移民局 和上一期分享的故事一样 在英国你越是软弱 政府就越欺负你 你越是强硬 越是有专业知识 你就越能与政府的霸权和欺凌做斗争 今天和大家来分享一下 一个实战的案例 如何把资本主义政府的滥用公权 关到正义的笼子里 大家好 我是伦敦老刘 一个有故事愿意分享 有知识愿意帮助的法律博主 和前几天分享的故事一样 今天再来分享一个 在英国普通人和英国政府抗争的真实故事 一个把政府的霸权 关到法律的笼子里的真实故事 大概是一年前 我们的一个朋友 无辜的申请人张三 他申请的是首席代表签证的续签 但是最后被移民局 以一个莫须有的罪名而拒签 莫须有的罪名是什么呢 是认为张三在英国期间 除了为母公司工作以外 同时还承担了另外一个公司的董事职位 因此移民局判定 张三不符合首席代表签证的要求里面的一个具体要求 就是首席代表只能为母公司工作 这个要求是违反了移民法 大家一看 据称原因是有一定道理的 但是深入来看 我们会发现 张三担任另外一家公司的董事是有他的原因的 因为另外一家公司并不是一个商业行为 而是一个SPV 叫做Special Purpose Vehicle 一个专门用于来持有房产投资的这么一个专有公司 张三其实并没有为这家公司全职工作 没有发工资 没有个人所得税记录 原因是原因 法律是法律 虽然上述原因有可能作为一个解释 但是移民法相关条例里边 仍然有相关的规定 就是禁止类似的行为 一边是移民局风力无比的法律武器 一边是张三稍微有点力量的抵抗盾牌 如何破这个局 这里要简单的介绍一下英国司法体系里 最有效的能够保护普通人权益的一个司法手段 GDC Review 司法复合 简单来说 英国的司法复合就是 英国政府保障英国公民或者英国居民权益的一个 最重要的司法程序 简单理解一句话就是 明告官最有效的武器 就是当一个普通民众要反抗公权的时候 他的司法不长 比如说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案例 一个穆斯林的孩子 穿着他的黑袍去学校上课 被学校认为违反了校规 没有穿校服 学校因为这个原因被开除 同时当地的教育局也支持学校的观点 于是孩子的家长把学校以及管理学校的教育局 当地的教育管理机构告上了法庭 他走的就是司法复合的这个流程 最后英国的最高法院判当地政府教育机构和学校败诉 学生是有权利穿着自己宗教的服装去学校上课的 这是一个非常常见的案例 按照英国智库 也就是Institute for Government 这个政府机构的调查数据来看 70%的司法复合的案例 是集中在移民法相关案例 因为大部分移民案例当中的上诉或者法律诉求 都是基于以下几点 第一 政府的决定非法 比如说损害了人权 第二 政府的决定流程有错误 有缺失 比如说没有按照相关的流程进行调查和判断 第三 政府的决定不合理 我们这个案件当中采取的方案 采取的法律基础就是 政府的决定当中 移民局的决定当中 存在的流程错误 记清楚啊 非常有意思 只要政府有错 咱们就有机会 移民局在张三的这个案件里边犯的错误 虽然是一个很小的错误 但是我们已经有足够的理由提起司法复合 而且事实已经证明了 最高法院接受了我们的观点和我们的法律基础 也就是说 在拒绝张三的首席代表签证续签的过程当中 移民局没有按照相关法律 移民法指引当中的相关要求 给张三提供一个具体解释的机会 这个是大意了 移民局的工作人员认为 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直接的铁案 他把这个案子想得过于简单了 他认为这是铁证如山的一个案子 但是审理这个案子的工作人员忘记了 这个资本主义农村最重要的一个基础 程序要正义 政治要正确 也就是说要拒绝申请 你必须按照拒绝申请的标准流程来操作 比如说在这个案子里边 你需要给张三一个进一步解释的机会 包括进一步提供材料解释 包括进行面试的解释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法律基础 就是任何的公权机构 在对于普通市民或者普通居民的判断上 它是存在的权利的不公平的 在这种情况下必须要给到普通居民 一个足够的机会和权利来解释他的所有行为 比如说张三那个案子 他必须给张三一个机会来说明 是不是他这个行为里边存在一些特殊的因素 可以被接受和可以被理解 于是这个案子在和出庭大律师商议之后 我们果断的做出的决定 就是什么呢 走司法复合 走司法复合是有前提的 前提就是 第一张三有底气 他是高资产人士 不差钱 第二张三做这个事情是为了自己的签证记录清白 用张三的话说 这么多年闯荡五湖四海 还没有被拘迁过 第三不争馒头 咱们争口气 要和英国政府和移民局硬钢一下 于是很快我们组成了一个铁三角 铁三角团队开始和政府硬钢 第一步行政复役 很明显的不会有正面的结果 于是第二步进入到司法复合 从排期到拿到许可到最后的高院判决 总时间长度12个月 最后的结果大快人心 上述得值 移民局败诉并赔偿张三律师费 庭审费等等总计一万五千八百银板 最后和大家分享一个统计数据 那就是根据英国政府的公开数据显示 在民告官的这种类似的司法复合案例当中 政府总体败诉的概率百分之五十一 在移民类别的申请人 到移民局的案例里边 更惨 政府的败诉的统计率是百分之八十亿 换句话说 大概率移民走到高院 移民局都是输的 所以说强烈建议所有的朋友们 在遇到类似政府不公的情况下 勇敢拿起手中的武器 勇敢地走上法庭 把英国人的傲慢 英国人的虚伪 都关到正义的笼子里 勇敢地走上法庭